今天有些新聞 有些新的東西大家先了解 剛剛我們開始跟大家講的 這個房貸的風險權數 風險權數鬆綁了 是銀行業認為是房市大利多 這個風險權數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 不過要幫我們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個的意義有多麼的強烈呢 OK 銀行是這樣 它是去收這個所謂的存款 然後再來放款 那它不能說收100塊就放100塊 所以它一定有固定的比例 那這個比例就是所謂的 風險指數的一個標準 那銀行怎麼看呢 就是以它的自由資產 加上它的風險貸款的乘數的金額 當分母 然後自由資產當分子 那控制在一個8%左右這樣一個範圍 那現在是說在8%以下都可以放大 那怎麼放大呢 8%是不能動 自由資產不會增加 所以它就把分母 那個可以放款的風險把它拉大 所以就會低於8%你知道嗎 意思是說以前100塊只能放 譬如說50塊的 現在可以放寬到60塊70塊 那銀行就更多錢可以放嗎 那錢比較好貸囉 對啊 你沒有發現最近去銀行 因為銀行爛頭存太多了 銀行的錢真的很多 大家都存的不投資嘛 所以它錢很多 那這個錢又沒有被借出去 銀行要賺什麼 所以顯然它必須要放貸出去 那銀行 監管會放寬這個部分 就是讓銀行可以大肆的做業績 做業績 做炒蛋嘛 做業績 它可以做出很多的業績 因為銀行需要消化 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OK 資金變比較寬鬆 那特別是個非資用住宅 第二戶以上 這是投資客嗎 對 非資用住宅 以前不是綁得很緊 百分之百不可以嗎 這一條是專門綁房地產 現在是鼓勵大家開始投資了 剛剛那個放款 基於各種土地 金融或等等貸款等等 但是這一塊 特別是針對所有的 資用住宅跟非資用住宅 也就是說當你是位 很有錢買了第一間房子 你說看起來會漲 我要買第二間叫做非自住 好你第一間可以貸款 七成五到八成 你第二間 請問社要自己住嗎 不是 不是 要出租嗎 哦 那你不是已經有一間房子了嗎 你還說不是 這個就說不正確的話 不要說說謊 然後OK 那就只能帶你六成 一般來正常我們講 可以帶到七到八成 可是像這樣非自住的第二戶 它就帶六成 所以讓你可以進入投資市場 你帶六成 你是不是要準備四成的自備款 以前只要兩成就好了 所以你四成是可以炒兩間 兩間因為可以帶八成 現在就是要你四成自備款 所以你只有一戶的錢 不能炒兩間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你買了沒 我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銀行跟金融業 開始對於房貸的壽性 這個額度跟比例在放寬 那這個部分 所以從這個位就此起來嗎 會有一點是蠻 蠻 會有 會有 有可能 會有 因為成本很低的嘛 貸款額度會高嘛 會有要小心 OK好 所以你要開始轉型了 不不不 現在已經一堆人問了 從烏日問到新莊台中 等一下 等一下 很難 等一下跟你講 好 問題是在於說 銀行今天想要賺錢 這個其實出自於銀行想賺錢 你說央行怎麼放寬什麼 就是金廣又想放寬 就是銀行想賺錢而已 跟你在房市能不能獲利是兩回事 房價跟這個銀貸是沒有關係的 對 因為銀行本來就是想多賺錢而已 現在是不好賺 所以這件事情只是銀行想賺錢而已 跟房市景氣 一點關係都沒有 除非銀行資金要去炒房 對 銀行想賺錢 銀行只是想賺房貸的錢而已 可是他因為想賺錢他可能在貸款方面 就更加寬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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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都一樣都一樣 利率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其他都差不多 利率低一點就有影響了 一點點 那是全球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政大地震系的教授 林索玉教授他怎麼說的 他說儘管會鬆綁房貸風險 他認為房市就要靠金融面來支撐 他的說法是說 政府想藉著炒熱房市 來活絡金融市場跟景氣 那麼越接近這個總統大選的話 動作會越大 那麼對房市的交易的量能 是有所注意的 但是他覺得從金融面銀彈來支撐 會惡化房市的投資報酬 我還有將這個風險的不對稱性提高 那麼過多的錢進入房市 對經濟長遠發展無益 對這個居住正義來說是遙遙無期 不過他的利潤基礎是認為 其實這個對房市真的會有刺激的效果 不是其實沒有 你覺得沒有 其實是沒有 因為錢那個對於銀行來講 錢在銀行裡面放在那邊生鏽 跟拿去放貸 其實對銀行的想法一定是拿去放貸 才能賺到錢 利率變低大家也可以貨 是嘛 要不然銀行會爛掉 銀行會倒掉 它其實差別在這裡 可是問題是說 你的薪水有沒有漲 也沒有 房價一直漲了嗎 你賺到錢了嗎 也沒有 那我們回到一開始顏總的想法 因為顏總其實認定了 對 我們的政局 就是總統大選已經結束了 真的嗎 你明明哪一句寫到這個 沒有啊 他已經講說這個什麼 你這樣嚴重很緊張 你放心他已經講2020 他這個報告我看好幾遍 哪一句有寫到 他已經講到2020了 今天你又沒有未卜先知 難道神告訴你說 2020總統是誰嗎 以上是10位講不代表本台言論 所以說他認為 其實大家看民調也就知道 2020差不多了 所以目前的景氣前三年怎麼樣 第四年第五年 第五年等於是這八年都是一樣 所以你不要太期待說 有政局改變造成房市有什麼 向上衝的一些機會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可以做一點補充 因為這個現階段 事實上這件事情資金的活絡 以及大家想做更多生意這件事情 就剛剛這個結宇提到 所謂QE的這個狀況 事實上也是這樣子 因為銀行很想搶現在 這個所謂資金槽的一個空間 所以其實並不是一定炒房 但是這樣資金寬鬆 確實會對房市的這個彈藥會變多 那有可能會被炒房的 這個動作會再起 現在真的有人開始要炒房了嗎 因為利率很低啊 你看貸款利率降到1.6 然後這個利息又降低 然後貸款的層數又變高 我本來500萬 我本來不想買 我現在拿個200萬來買 對不對 然後可以帶到八成 然後利率那麼低 我讀讀看啊 可是其實 對啦 可是利率低已經講了 大概五年有了吧 這五年我們每次上節目 都講利率低 從不同台的 邱慶瑩跟你合作到現在 都會講利率低 低到現在一低就對了 還是利率低啊 的確低蠻久的啦 他是說要再更低啊 不會高啊 全世界現在都抬不起來 都是低嘛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這個駐產雜誌分析 現在買一期是M型化 M型化什麼意思 就是低單價低總價 這個小資族或是年輕人 首購組織 主力產品在這邊 那這些地方 就大家剛剛才在問的 什麼林口新莊 什麼龜山這些等等 板橋這些等等的 那另外的 品牌力比較強的是 另外M型化 是品牌力比較強的 但是房價稍微相對比較高的 也是有買期在支撐 這個現象會繼續維持下去嗎 會的這個會的 因為這個我想這個中產階級 已經幾乎快沒有了 往兩端靠 不是就靠到低產的比較多啦 靠到高端的比較少 那這樣的情況 建商其實已經看準 這樣一個趨勢 所以他在推案的時候 已經朝向所謂的低總價 然後低單價這樣推 那這個又符合現代年輕人 本身的一個 財務的一個狀況 所以還蠻多人會去買的 我前天我前天做一台Uber 做一台Uber 他說我說 Uber最近這樣子 快要被close了 無比做Uber 再講一遍 無比做Uber 是是是 對 結果呢 我說你怎麼好用心在跑 因為我看他很客氣 他說你一開始又開Uber 不是 他說他原來開什麼火鍋店 然後最後我問他說 那你這樣跑一天跑多少 12、3個小時 每個月有收入大概8萬塊 你也跑12、3個小時 對啊每個月收入8萬塊 很好 他說沒有還是很辛苦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買房子買在淡水新市鎮 然後呢 因為便宜 便宜 然後跑去買 然後覺得便宜 他怎麼講呢 本來只是想買個兩房來住 後來一聽只有18、9萬 乾脆就買大一點 就買到1000萬 他買貴了 18、9買貴了 買1000萬之後 他其實根本不曉得 他還沒結婚 結果買了一個1000萬在背 然後做那個ShopShop 又賠了500萬 蛤 對 所以他1500萬 下不下不可以賠500萬 手搖杯也可以賠500萬 你知道嗎 是啊 所以結果呢 他每個要為了那1500萬 他要去還 他就要努力跑 好我的意思就是說 確實是會M型化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沒錢 所以我去買那個低單價 低總價的地方 可是你去看的時候 一看 哇 價值15坪 這麼大間 我又買這錢 就買了 利息又那麼低 就買下去 結果就慘了 你看 這間房子 我預計 不要講太那個 低單價遮掩其實也是高比價的事情 至少綁他15年以上 他繁身不了 15年生活就整個被綁架 對啊 你看看他每個要還8萬塊 光貸款要還8萬塊 他身體撐得到15年 然後每天他工作12個小時 他不敢生小孩 他不敢結婚 你知道嗎 沒有時間他工作12小時 所以 這疲勞駕是很嚴重 像最近外送達人都出事情 真的那個好危險 對啊 大家開車真的行車 送什麼東西都要特別小心 不要為了賺那個時薪 很多人啊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看房子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 然後去找到自己 總價符合的需求的地方 然後好好溢價 絕對不因為剛剛這樣的 貸款容易喔 然後錢好借喔 就買金額過大 這個都未來對自己 產生很大很大的困難 吧 所以我來賺錢 你你不可以